女孩交流大會 什麼行為算是曖昧呢 今天的主題就是要聊 到底男女之間什麼行為算是曖昧 那因為呢 我本人就是已經 穩交六年 所以我今天就是邀請你 欸你上次不是 然後我今天就是請了一個 我的好朋友 非常曖昧的主題 不是 摸頭啦 可惡 我覺得摸頭已經變成男生一個招 就是他覺得他就是想要摸頭 就是他不一定真的有曖昧 但是他就是要摸 每顆都摸 欸我也是每顆都摸 欸我會摸什麼 我覺得女生是喜歡摸頭的嗎 是喜歡嗎 沒有吧 我喜歡 今天頭髮都吹好了梳好 然後突然有一個人走過來就這樣子走 欸我沒有 一樣不一樣怎麼可以這樣摸 沒有他對我 對啊摸頭一定是這樣啊 或是就是這樣 就是我是妳都要給妳安慰 但是妳是我的小女孩 大概也可以是他真的發自內心 就是覺得說妳今天好可愛喔 然後就是想要這樣子摸摸妳 就像妳摸小狗狗一樣 妳不會就是在對他放招嗎 就是如果你感受得到 他是發自內心對妳的那種 那就可以 我也是還略懂一奧 他以為是在跟男生曖昧的時候 妳還會特別準備說那個頭 要隨時給妳這樣摸 沒有啊我們都不洗頭的啊 對啊我們很少洗 兩天洗起來 欸我要發表我的洗頭理論 前提是我是乾性的頭髮 就是你不能是太油 太油可能就要沒洗 但是如果你不是太油的人 然後你還沒洗 你一天洗一次就每天要花快一個小時 或是半個到一個小時 然後你兩天洗一次 你就是兩天才花那個時間 所以你平均兩天都可以省下 比別人多半個到一個小時 那一個禮拜就可以省下七個小時 一個月就可以省下 妳再放啊 那十八個小時 那你一年下來 你跟別人差了多少時間 所以妳的意思是說 有信頭的人就是注定失敗 他們可能要在其他地方找為他們的 噢時間 失去的時間 對啊 冬天的時候甚至可以省下洗澡的時間 欸啊 可以 摸摸頭摸摸手 好就是 這一樣啊 差不多 可是摸摸手太怪了 摸手有點尷尬耶 這樣算曖昧喔 不曖昧喔 好像今天 欸你手好小喔 這樣可以 你要反駁我啊 沒有就是 就是你這樣害怕 這樣可以喔 不要手好小 你手好小喔 或是這樣比一下就好 就不用在那邊 這樣比也很尷尬喔 不是啊就是 最讓他的數字5 這樣沒有就是 欸你手很小欸這樣 那有時候就遇到很強勢的男生 有但你沒有想跟他曖昧 那到底要怎麼反 好那你再曖昧 好 你手好小喔 喔對 還蠻小的 對啊你手都很小 喔沒有 沒有你手真的很小 你很小看就直接 但是你手真的都很小 你手超小 平凡訊息就是曖昧的第一步啦 我覺得不是欸 我覺得朋友也可以 挖滑點姐的每天打給我 然後蝸俊也是常常打給我 是不是很多男生會以為這樣就是曖昧 就比如說我今天在路上 要了那個Line 然後回去以後就有跟你聊 然後你也都有回我 然後我們也都越來越認識彼此 男生就會覺得差不多 但女生也有可能只是覺得 我只是想多交給朋友 或者是多認識一下這個人 但不代表是感情上的 嗯 那你們的曖昧第一段是怎樣 就是在聊的時候要真的有 我也有主動的回一點球 而且我覺得男生 不一定判斷得出多球 喔我也這麼覺得 對不對就如果 可以吧 比如說他們講了一個什麼 就撩妹的話 然後我們可能就會 哈哈哈哈 然後什麼 不要鬧啦 或是什麼就是 男生就說欸他好像很喜歡 對對對男生就覺得 欸這個好像有 然後我們就是尷尬而不是禮貌 如果說他丟球 然後我那時候我確實有好感 但我就還不想接啊 喔 所以我有時候回 不接那個球 可能只是因為還不到 就不想要那麼快 對 但是不代表沒有曖昧 喔 那也太難了吧 我太難了 我太難了 我容易了我 所有做男女朋友 才會做的舉動就叫曖昧 可是我覺得這跟曖昧不一樣欸 曖昧就是因為模糊地帶啊 所以曖昧啊 撈對方的心意 所以這是為什麼我一直宣導說 男女這邊在一起就是給我講清楚 不要真的自然而然 我真的是 對我是以示感 因為你就在那邊自然而然 然後就有認知上的錯誤 然後現在大家又這麼會玩 看到訊息會秒回秒看 沒有 還要很閒 對很閒 上明星一點 我就會想說啊 他是不是好像隨時都在關注我的訊息 沒有那就是他隨時都可以看手機 代表他這個人很閒 我會覺得他怎麼一直要用手機 對 不懂不行 而且要有一點等待 才有那種曖昧的那種緊張 就以前不是還會就是 可能故意就是晚一點點回 以前年輕不懂事的時候 現在是工作很忙這樣 然後有空就回這樣子 不經意的肢體接觸 這個是吧 早就走在路上手 碰一下 碰到一下碰到 然後拿書 有事沒事問你在哪裡 會想深入了解你的家人 明明就還沒在一起 如果跟朋友出門沒回訊息 就會吃醋 完了 你的地雷 你的地雷 我是覺得要有空間 對 會有點壓力 對啊 都很壓力啊 在用那個FB的時候 然後不是右邊都看得到綠色點 你有沒有上線 喔對 是大家的地雷吧 就是如果你跟對方說完 或是就是告一段落 你就是想要做自己的事情 不管你在幹嘛 就對方不要再干涉說 欸不是晚安了嗎 你為什麼還在線上 就是真的幫你屁事 就是我真的在做自己的 就是要有自己的空間 這超口分 對 我看你FB還在線上 我就真的 我真的會爆氣喔 我真的會爆氣耶 叫對方起床 不一定曖昧 就是工具人嗎 工具箱 他的那個爛言名跟鬧鐘 鬧鐘一 鬧鐘二 他有射啊 他射很多 我沒 我覺得叫對方起床 可能真的是 那個人起床的時間 剛好是我要起床的時間 盤礙你 我也覺得盤礙你 因為你早上起床 第一個聽到的聲音 就是對方的 摸頭跟願意喝同一杯飲料 他只是沒有口水病而已 朋友們出去 他的飲料 他朋友拿去喝 然後他就說 那你喝過我才會再喝 他想吃你口水的感覺 我就會說 他在家的鼻竿耶 幫剝蝦 沒有吧 幫剝蝦 他用嘴巴剝 嘴巴剝我不吃 不要自己加氣 等一下我是 我是連別人用手包剝 我都不吃的 我都是幫別人剝蝦 因為我不喜歡吃別人 你不要幫我剝我會 我絕對不會幫你游泳 黑暗之中偷碰你的手 這也是電話 到底是怎樣的黑暗之中 韓劇那種不經意的什麼 拿同一個爆米花 然後就這樣碰到 為什麼就只是碰到 但他正常不是碰到 就是說喔 然後就這樣繼續拿 然後他們就碰到這樣 然後他們身體對望 剛剛是摸到什麼 你會跟另一半做的事 但卻跟不是另一半的人做 就是曖昧 身邊的人都是做完他以後 才跟對方在一起啦 試車之後 嗯 所以曖昧的時候也是要適用的 可是你會偏差喔 我確定 沒有錯 可是我 我現在在學習喔 叮叮叮叮叮 喔喔喔喔 確定 我朋友很多都是覺得 一定要先 找到鑰匙口 對 人家有fit那個 對 有新奇好事 會互相分享 還有在人群中會 頻頻對到眼 又述速迴避 我覺得有個滿曖昧 就是你們是一群朋友 可是你跟他是一樣曖昧 然後大家都還不知道 喔這個很可愛啊 對然後你們可能 昨天晚上剛剛 有一個進一步或是什麼 然後你們隔天又要 若無其事的跟朋友們一起吃飯 然後你心裡就會覺得有點就是 痒痒的 有罷了 有沒有講出這種感覺 就是你心裡面有點不一樣 然後但是我們現在又裝備室喔 就是跟平常一樣 說早安晚安 拍自己生活 在做什麼的照片給彼此 就已經是很曖昧 可是像我就是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就是你看我現動就好了 不會是 稱對方豬頭 說餐餐要好好吃飯 這個我完全不行欸 然後豬頭也很難聽 問你在幹嘛 在幹嘛就對於說我有想念 如果一整天下來狂問你在幹嘛 可能他確實真的都有想過 但我就會覺得 對啊 沒有啦當然不能 頻率不能太高 偶爾就是喔 你有想我一下 想我一下那樣 就滿好的 記得對方驚奇 這也還不錯 可是有些人 自己好像就覺得怪怪 真的很看人欸 對我覺得 一定要曖昧到一個純度 下雨天直接蹲下幫你捲褲管 尷尬 捲褲 好捲褲管還不錯 我覺得這件是還不錯 綁鞋帶呢 因為我想要綁鞋帶 我會覺得我自己弄就好 我不喜歡有那種 我站在路邊 然後我站著 然後男生在旁邊那邊蹲 然後好像在服務 因為我自己會覺得這樣 很不給男生面子 我這樣情侶監至你情我願 有些男生甚至是喜歡 為女生服務 綁鞋帶 告訴我 你都把腳湊過去嗎 他說欸那個順便一下 是不是 講電話時 對方突然唱起曖昧的歌 聽到瞬間腿軟 這樣叫腿軟 曖昧 然後再吹 超怪欸 為什麼 會覺得有點 就是欸你很有誠意欸 你很認真這樣可是 因為你沒有就是唱歌就騙到了 所以你是清唱 講電話聊天 然後就在聽聽聽聽 欸他去洗澡 就唱在那邊按效應 什麼歌 我們靈魂21公克 如果我這次才全才輸了 提不捨 捨不得 地球像這浪漫的一首歌 好啦不錯啦 我這滿喜歡的 那第一次他唱給聽是什麼時候 就可能我剛剛說 我很喜歡這首歌 他就會為我唱 是啊就是在泡白的時候 沒有沒有 如果他有說過他很喜歡 然後他去練啦 這樣給他聽 是還OK的 那你們有什麼 自己印象最深刻的曖昧的服飾嗎 因為我很喜歡迪士尼公主 可是我們在逛書店的時候 就高中的時候 看到那個 就是有一個那個 迪士尼公主的貼紙畫 然後我就覺得那很可愛這樣子 我只是當下有講 然後因為他 原本是一個很懶的人 有一次他就 來我家找我 然後他就買了那本來給我 然後我就覺得還滿 就有放在心上的感覺 對對對 很可愛 浪漫的 還有過那種 走那個合體啊 走超久 也不知道關心是什麼 我可就走很久 手可能要簽不簽 就在那邊 上來上去 然後有時候碰到 有點想簽又不敢簽 然後又覺得 還是不要我主動簽好了 萬一他其實沒有那個意思 真的很滿青春的時候的 那種曖昧吧 我就想建議大家就是 雖然當下那個小甜蜜小揪心 但是不要一下突然覺得 我真的好喜歡他 我真的超愛他 我一定非他不可 我都會先預設好 就是我有可能就是得不到 這可能就只是一個朋友 或是一個很 比較要好的一個男性朋友 不要太走 保險的曖昧作戰手指 也是有 你就是喜歡愛的紅紅烈烈 或是會去倒罪男生的女生 我覺得也很勇敢 就是勇敢去追愛 我也滿羨慕他們 滿佩服的 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手來波琦 手來波琦 好幻想魚喔 還是在那邊按消音 喔唱完了 有可能對啊客廳客廳 在一起你們一直質疑我 那有可能 不一定會是因為這個 對啊就不一定是因為這個啊 不會是因為這個在一起吧 最浪漫是要把他睡著老男的吧